就在上周末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第二站在上海嘉定赛车场举行了 为了一赌上赛季车手总冠军韩寒的表现 我们娱乐新天地的特派记者也特意赶到了现场去体验一把速度和机型 同时也是捕捉到了韩寒在赛场上的众多表情 一起来解读一下 赛车至于韩寒曾被他自己评价为是可以让自己拥有安静和飞驰两面性的爱好 不过记者在现场发现韩寒在赛场的表情可不止这两种 韩寒表情之放空 跟大多数年轻人差不多 放空状态的韩寒常常都是以手机为伴 不拘小节的他常常穿着双拖鞋逛来逛去 靠在工作人员肩上观摩赛道上正在进行的其他赛事 又或者来到赛道旁和车队工程师讨论比赛细节 总之没上阵之前韩寒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放空 吹吹风也不错 韩寒表情之紧张 在被工作人员通知可以上车之后 我们在韩寒的脸上找不着淡定了 补充完水分 戴完头盔 韩寒整装待发 而从工作人员口中记者得知 其实韩寒此意志在冠军 因此临近赛前 记者发现坐在自己独爱的六号车里 韩寒一直在自我放松 韩寒表情之沉默 有人说赛车的魅力在于每一秒的千变万化 果不其然26号的正赛排位第七出发的韩寒 在跑到第五圈之后再度遭遇推赛的尴尬 这时候没有了之前的阳光明媚 韩寒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 低着头 剑步如飞直奔休息室 一言不发 而在他一把脱掉头盔的瞬间 估计心里已经一肚子不爽 谁也不敢去碰触这个时候处在刀锋口的他 让下让下让下 韩寒表情之轻松 不过在修整了将近20分钟之后 韩寒直夜的出现在记者面前 而此时交叉步的站姿 无疑表明他回复了元气 这时候的韩寒看似又恢复到了刚见时的模样 因为他又开始大摇大摆地出入车队工作间 和工作人员谈笑风声 而他期待的已经是下一场比赛了 娱乐新年地 朱孟廷遗憾媒体郭景明报道